那就开始讲,就刚才谢谢亚晴介绍 其实这个talk没有太明确的结论 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 这个更像是一个proposal 我谈一下那个背景吧 这个 大家都知道最近那个progress AI有很大的progress过去的十来年 但是主要这个progress呢 大家觉得是一个big data and big computing power 这个就是比如说比较著名的 像open AI 他就是把所有网络的data拿过来 串一个非常大的model model串到怎么大为止呢 就是GPU放不下 他后来跟Microsoft谈了个deal 就是Microsoft给他很多 Azure的那个computing resource 然后他就用这个resource 就是use the resource to the maximum 就是用到头 看看train多大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策略来做 但是这个策略来做呢 大家还近期地看 在一些非常traditional的AI的task上 还看到很好的implement 但大家就产生一个错觉 所以说这个intelligence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个机器智能已经比人工的智能要强了 就这样一个想法 后来呢就有很多学者出来说 这个只是个误导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大家都在讨论 这个事情要讲讲清楚 所以呢这张slides 其实我是从去年吧 哈利向跟我聊天 也是我的前老板 亚青也是我前老板 跟我聊天说 他要给个talk 要把这个事情讲讲清楚 然后呢 他的第一张slides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得出结论呢 是deep learning和deep understanding 并不是一回事 当然呢 我是deep learning group的 我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不等号呢 我写了个问号 我觉得哎呀 不见得完全不是一回事 有点关系 只是说 我miss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把这个slides稍微改了改 并不那么negative 说deep learning不等于deep understanding 只是说现在deep learning不完备 它缺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talk主要是讲 what's missing 但missing这个missing呢 很难讲 你从哪个角度来讲 这个东西为什么缺呢 所以呢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屡试不爽在历史上 就是看看那个人脑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obviously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human humans learn much more efficiently than computers 尤其是在energy consumption the amount of supervision to learn to perform a new task 你想那个大家听传说 对吧 这个GPG3 model 一个turation 几个million 哇那个人 不需要那么多钱的 人那个 我学一个东西 就自己看一看本书 然后给我几个例子 基本上就会做 但可能做的没有 在一个specific的task上 可能没有computer 做的那么好 但是我可以做很多task 学得非常快 所以呢 从这个小段来 人脑 现在人还是比机器 要效率高很多 学习效率高很多 这个呢 就是说 你要搞清楚 人脑怎么学的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本身更复杂 你要搞清楚 人脑怎么学 比你要train一个 Bird model和GPG3 model 难度大非常多 好在呢 最近 在Neuroscience里头 有些progress 其实我把这些 结论总结出来之后呢 大家看 结论并不稀奇 但是呢 这些结论呢 其实在20年前 都是一些理论上的 assumption 一些假设 只是最近 看到了一些 evidence 而且呢 可以做实验 可以重现 所以呢 大家觉得 比较sure 这样一些东西 真的可能 是之所以 人脑会 学的更 更efficient的理由 所以 整个这个project 就是看 Deep learning 目前missing什么东西 这missing东西呢 看看能不能从 Neuroscience的 一些 一些findings里头找出来 所以 overall这个mission 就是我们要 distill Neuroscience principles to inform the design of AI modeling techniques to achieve Extreme Energy data efficiency and adaptive resilience in dynamics environment 这是我们的整个 project的目标 我前一阵子出去开会呢 很多学术界的 尤其是 尤其是学校里的 professor跟我聊 说 现在如果model 只是搞大的话 那学校里做什么呢 我们学校里 没有那么多GPU 我那天问亚晴 亚晴说 可能 这个 Air有两三百个卡 对吧 这个 你这样的话 你如果就是从模特大小的 你没法跟open AI比 open AI有这么多卡 就连我的team 也没有那么多卡 那research在说什么呢 就是要看看 有没有新的 一些方法 模特领的方法 然后 我回顾一下历史 从历史上来的 从AI刚产生的时候 这个 那个AI的那个goal 永远就是 一直就是这样 就是去 emulate human learning 就是学 人是怎么学 把人怎么学搞清楚 然后AI 去仿造他 从来都是这么做 在历史上讲呢 这两个领域 非常交叉 经常有混合 是一方面这样 那个neuroscience provides inspiration 就是你可以看看 一些neuroscience 有什么新的发现 这些新的发现 有助于你 去design一些新的 那个AI model 同时呢 也是一些 validation validation挺有意思 validation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个新model 这个model从来没见过 那么每个人都有想法 然后我记得 这个在Microsoft的内部 我是负责一个事情 就是说 allocate GPU 我一共比如说 我是比较乱讲 不要take the number 比如说有5000块卡 有10个组 每个组都提了一个方案 说要做一个新的model 那你把这个卡给行了 如果每个组分500块 那那个就做不大了 要bet on 这个组 有一个早期的validation 就是说 他如果能够说 somehow there's a mapping between the new model and the neuroscience 那你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evidence 就说可能会有用 可能会因为人脑好像也是这么看的 这个是最对我们做早期AI投资 也有至少意义 有一个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事情 就是叫PDP PDP那个那时候是一个movement 就是早在1980年 80年的早期吧 当时那个这个logical processing system 就symbolic logical process 我还有那时候的一个AI的never true symbolic reason 是dominate 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领域dominate 但是呢 大家突然 做neuroscience的发现 人脑不是这么看的 他们强调什么呢 强调那个stochastic highly paralleliz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强调这些东西 和你这个 symbolic logic非常不一样 那么当时就有一批人 这批人现在大家都认识 就是就是hinton的group 这批人就说 我们不要走那条路 我们纯粹做那个PDP 它是个movement 就一直坚持住 这个最终呢 是later foundation of deep planning 这个story呢 后来我去跟我们组那个 Paul Smolensky 他当年就是hinton的post 他说就是这样 当时大家都笑话他 hinton到时候 那时候很惨的时候 连研究生都没有 他就跑掉了 就觉得这个没希望 这个不知道做什么东西 不是mainstream 跑了别的地方去 就是hinton 很少数的几个人 坚持做 结果把它做出来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例子 但是这个历史可能很难重复 好 这个呢 是我最近看的一本书 就是how to learn 待会我给大家看 那个书的分辨 是一个法国的一个 一个科学家 做neuroscience的 Standler Straser 他做了一个分析 他的书的名字就是how we learn 就是看humans怎么学的 这本书呢 是那个UC Berkeley的 玉冰教授推荐的 我记得那时候 玉冰跟我聊天 说他今年要take this article 说msr microsoft research 这里有没有有意思的project 他愿意加入 我说这个你加入 就有有意思的project了 然后呢我们那样 就是也是 也是好像也是喝了杯咖啡 喝咖啡很重要 也是喝了杯咖啡 然后呢 他又说 在UC Berkeley呢 有很有专门有个 neuroscience的一个 有个很大的division 他说这里头看到了 很多exciting的东西 然后他推荐我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是启门尿材 因为我跟他说 我这个neuroscience实在不懂 你不要推荐我paper 推荐我一本起门的书 这个书长这个样子 很薄的一本 薄的书 好 你又看看那本书 然后看了觉得有道理 我们来想一个project 最后呢 我们就提了这个project 但这个project提的时候 玉冰还没来 玉冰那是 昨天吧 就7月4号之后 是第一天上班 就是今天 今天他第一天上班 在我们这里 他会至少是做一年 看看往这方面能推到多远 里头有一张图 让我挺有意思的 这个就是一个六年之内 那个人的脑神经的成长过程 大家一看 这和现在牛肉内部 非常不一样的几个地方 一个是它是个非常modular的architecture 就是说它这个牛肉之间是有connection的 但它一群一群的 每一群呢 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function 不一样的feature 然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图里头没有写出来 那个书里头讲 所以这个新生儿并不是脑袋里空空的 其实呢 已经有很多knowledge 所谓pride knowledge放在里头 而新生儿的学习过程呢 和我们的北熊能力非常像 就是因为很strong的pride 有了这个pride之后呢 你可以学东西非常快 那个pride就是 有点像common sense和basic skill 它又有距离的感觉 有方位的感觉 有认识 就是face recognition 这种就是 这种sensing方面的东西 其实那个牛邦被围 在两三个月之内都有了 都有了 然后呢 就因为有了这些东西 和一些common sense 它学东西才非常快 所以它整个过程 就是就像悲心能力一样 然后你看 这个人脑的扩展 它是不同的变 就是你学了一点东西之后 它有的地方用的比较多 就长得比较大 有的地方用的比较少 就长得比较小 而且它那个learning 不光是从 从那个sample上的 更多的是experience 更多的是experience 所以这些呢 其实你要把这些东西 很严格的和我们现在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这个framework比 有很大差距 所以那我想 OK 那么我们这个project 就从这个三方面找出 说能不能figure out 新的一个architecture model architecture 怎么样更好地去leverage pride knowledge 或者我们叫external knowledge 然后还有一个 learning paradigm needs to be shifted 就是不能在一个stationary learning framework里头去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project的主题 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定义一下 intelligence 它有各种各样定义 和它相关的就是说 怎么去measure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你这个 你这个intelligence在scale on task on specific task as a scale acquisition efficiency 雅琴刚提的 下围棋下的比我好 但围棋下的比我好 不见得雅琴就比我更intelligent 所以说因为我可能 我斗地主比雅琴下的 斗得好 所以不得这么讲 但是呢 如果说雅琴下那个围棋 他学了两个月就下成这样 我学了三年才下成这样 打成拼手 而那我们可以说 雅琴可能比我真的聪明 然后呢 而且不光要看一个task sozens of tasks 所以我们讲一个人聪明 并不是讲他在某一个 specific skill上特别强 我说他努力 这个skill非常专业 但聪明通常是指 他学东西快 fast learner 学得非常快 adapt 那么看来我们现在做 做很多 deep learning model的evaluation 不是这么evaluate 都是一些specific task 我后面会讲的 所以要先把这个就这过来 而且那个learning setting 也不是一个stational learning setting 而是一个non-stational learning setting 有了这个技术呢 我们再去讲 我们能不能define一个 new model architecture modular adaptive a new method 或者说一个typo a new method of using external implicit or expressive knowledge and a new experience grounded learning framework to incorporate active engagement knowledge consolidation for efficient learning in a non-stationary and interactive setting 这个大概是 如果大家要记住一张slide 今天订阅就只有这张slide 下面我们就想第一个问题 就是how to measure 那个intelligence 左边就是经典的 那个现在的做法 其实我们是假设 所有的task 你要已经知道 我就是要这个model 要做task win to 3 而且每个task 那种train data也弄好 你就学一下 学完之后 一块学 学完之后呢 去测一下 比如像现在很多的training model 大概就这样 然后task拿过来 adapt一下 就三个task predify好 但实际上呢 我们人的一辈子学的是 更是这样一个环境 人脑更是这样一个环境 右边图是这样一个环境 是一个non-stationary的一个环境 那task呢 是一天 不停地来 新的task 你在小学时候 面的问题 和中学时候面临的问题 大学毕业之后面临的问题 都不一样 你环境也不必要 那个要解决的问题 也不一样 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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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繁星的事情 也不一样 你就不停地 you adapt 现在呢 这个在 在machine learning领域呢 已经有人开始做 做很长时间了 但是一直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进展 他叫continue learning 或者lifetime learning 那个东西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部分的AI model呢 还是在这个 这个ID 这个setting里 non-stationary的setting里头 学的 他一旦把这样学出来的model 放在这个real world的setting里头 它产生两个问题 最明显的两个问题 一个叫contastrophic 不改定 就是说 你有task1 我task1做得非常好 现在我碰到task2了 那我就拼命收集很多task2的 task2traininate traininate的时候 把modeladapt过来 一旦adapt过来 task2就做好了 但是somehowtask1就做烂了 就把你原来学的知识 就抹掉了 抹掉了 然后呢 学了task3 前面两个又抹掉了 就是 什么小熊掰棒子 掰一瓶棒子 有一点这种感觉 这叫contastrophic spaghetti 还有一种现象呢 就是slow adaptation 就是有很多model都这样 我穿得太好了 在某个task上 然后要move到新的task呢 我又不想把原来task搞坏 那怎么办呢 我就加非常strong的regulization 对吧 非常strongregulization 就是那model的变化 越小越好 然后我去optimize一个 一个combine的loss function 把这些task全部combine起来 这样呢就是你adapt的非常慢 你除非你后面拿到的 新的task 然后training layer 比原来task还要多 否则很难adapt过来 所以呢它就 这个就造成那个slow adaptation 这两个问题呢 造成了现在所有model 做那个life learning continued learning 非常棘手的 然后你看看人是怎么学的 人呢它就是这个特点 就是它在一个动态环境里头 它每个新task 它需要很少的example去行 几个example给你讲讲 举一反三 而且以前吃过苦的 他不会忘的 我以前那个 我记得我以前 这个体育fail过 然后体育fail之后 人家三小学生都没平常 以后我就苦练体育 后来我体育就非常好 这个事情不会忘 人是不会忘 机器会忘 而且之所以你打打这样 很大程度上呢 它有一个机制 使得那个人啊 可以做 可以非常efficient的 transfer knowledge 叫前面提过的 一个baby啊 aborn with rich prior knowledge 这个呢 现在毛头还没有 怎么弄进去 想想办法 这个prime knowledge呢 是从几百年的 那个人类进化 固化在你DNA里头的 然后所以呢 人从来不是 learn everything from scratch 都不是这样 但你看我们现在的model GPT3也好 不model 都是learning from scratch 一个random的initialization 然后就开始学了 对吧 用data灌进去 学 这都是这样 所以呢 他学比较 比较慢 比较费力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东西呢 就是一旦你有了一个 prime knowledge 一个比较好的 他学起来有两个特点 你需要forward transfer 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 学了task2之后呢 这个能力 task2能力强了之后 他圆了那些task 也能做得更好 就是说 我那个学了围棋 后来又学了斗地主 斗地主学好之后 围棋它都更好了 然后哪天呢 学国际想起 围棋想起学了之后呢 斗地主围棋又更好 而且呢 你没学一样新的东西之后呢 将来的task 学起来也更容易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你人的经验 越来越丰富 但这个呢 潜在的就是说 这些knowledge 它可以share 而且可以transfer 这个机制 在目前的machine learning里头 至少是没有explicitly去做 我们大家觉得 人脑可以做成这样 但机器怎么做成这样 不太清楚 OK 现在回到这个最初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去measure这个intelligence 以前的说法就是scale on task 我觉得我们这个最新的那个 我们最新的那个deep learning group 我的deep learning group 2018年年底成立了 成立之后呢 为了为了为了 build up a share reputation 我们做了很多benchmark leadable 做了一些benchmark leadable 然后呢 这个 你看 在 在比如说 special recognition machine translation mach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这些task上 very specific task 我们都可以beat human 我们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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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intelligent 其实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真正在那个 我们要考虑skill acquisition 的efficiency 化的 这个human much better much better 所以我们就觉得 第一步可能我们想要 想要做的就是要把那个 evaluation 要观念要转变过来 大家不要再去因为有一个leadable 上做出 比如说alpha go 他说说哎 下围棋下的比人好了 所以机器就比人聪明了 哎 不能这么讲 你一个问题 只要把它能formulate成 machine learning problem and you have enough training and computer resource 早晚会比人做得好 这没什么稀奇的 就是你这个这个 现在已经没有人觉得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像你做做做做 很多数学问题也是一旦搞清楚之后 你做个program 就会比人做得好 这个呢 其实是 我觉得是慢慢越来越 越成为那个学术界的共识 所以呢 学术界现在开始 做一些新的AR benchmark 归纳一下 大概有什么三大类 我这里呢 每一类举了一个 Microsoft的MSR的 那例子和一个 一个research community的例子 第一类 就是我要看现在的model ALM stands for large language model 去看现在model有什么问题 我搞各种样的方法 把现在的benchmark manipulate一下 就看秀出来 其实现在model很脆弱 比较常用的方法 是用adversary example 去做 就你稍微 稍微把那个 把那个脑子搞一搞 比如说 做那个test classification sentiment analysis 你有意地加一些词加进去 让它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变成negative 其实它是polyative 这个一搞 马上集齐就不行了 这个呢 在学术界最近有一个big bench 这是一个很好的paper 大家有兴趣的话 应该看看 这个paper最著名的特点是 它的courser有400多个人 所谓第一页全是courser 它是个community work 大家合作的 它的目的就是要看 现在这些达尔的manager模特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是第一步 发现问题之后呢 第二步它又改变策略了 就看 那么我们怎么去来测 哪个模特更intelligent 所以呢 它家有一个machine learning的 专业术语 就是generalization 其实通俗的样 它就是measure 那个skill acquisition efficiency 它implementation有很多 用的最常见的 就是所谓的 zero-short future of learning 然后呢 我们有些benchmark 我待会会给大家介绍 一个natural instruction benchmark 这个是最近我觉得 比较好的 有意思的一个benchmark 然后 再有一部分的benchmark呢 现在还不完备 就是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这个learning的environment 是一个dynamic non-stationary 而且你的learning 不光是要通过training 更多的是要experience 就是你要跟环境有不同的交互 有不停的有交互才能学 这个呢早期的话呢 是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领域 很多人做一些这个事情 但是呢很窄 都是做一些game的setting 比如说atory game 这个goal啊这种setting 现在呢我们慢慢地看到 有些open domain open-ended的 embodied agent的environment 开始develop出来 这个还比较新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能如果你是新的phd 我觉得有必要 这方面多关注一下 我觉得这个 现在刚刚起来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某一个benchmark 叫natural instruction 它的特点是什么 首先它不是一个task 它大概1600多个task NRP的task 而且每个task呢 它给什么呢 它给了你一个definition 就是task是干什么的 然后呢它给了你一些 portive example negative example that's it 就给很少的portive negative 然后呢 你这个model 看了这些东西 就应该把这个task 解出来 它其实就是在看 这个这个这个 skill acquisition的efficiency 那model能不能 很快的adapt过去 当然现在通用的方法 也是很笨的方法 就是用一个 非常大的lenguage model 做futual learning 或者prompt-based learning 但这个 我可以说 这些都是based了 你怎么去leverage 这些task之间的 相互的 因为这些task 有的task很像 有的task又不像 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学出这种效果呢 这个是现在所有的方法 都没有做到的 就是你学了几个task之后 你把这个knowledge积累起来 然后学新的task越学越快 越学越快 有没有这种所谓knowledge forward backward transfer 这种效果能做出来 这个dataset是非常好的一个benchmark 可以让你verify 你这个model有没有这种能力 就是你要 你要把 perform各种task 所具有的 所学到的知识累积起来 用到新的task上 回过头我们就是讲 那个先讲了一下evaluation 我觉得 下面就讲那个三个方面 看下model architecture 我们希望有个modular adaptive的model architecture 然后呢 我讲一下knowledge 讲一下experience grounded learning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一个brain highly connected but highly modular 成为这样子 所以呢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就是society of Mind 这是Marvin Minsky 很久以前的 180年代的本书 他原来是MIT 那个AI试验室的创始人 我前几年去世 我在Amazon 他把他逃旧说话 他逃来 这本书很有意思 基本上呢 我可以把这本书 总结成这个三句话 each mind is made of many smaller processes the human mind怎么 work each module by itself can only do very simple things that needs no mind but when we join these modules in society in certain very special ways this leads to true intelligence 他整个idea就是说 人脑就是有很多很简单的一些结构 组成的 每个东西只能做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它映射到现在 Newer Network上 我可以讲 这个 这个每个model非常简单 就像一个perceptual 是吧 当然他做很简单的事情 无非就是linear nonlinear project that's it 但是这么好 你把它搞在一起之后 比如说 他in certain very special way 这什么way呢 就是比如说 一个predefined的 非常好的 neural architecture 像transformer 或者你更厉害 就是你自己做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search出来一个很好的 然后用这个architecture 把这些piece 全部整合在一起 model整合在这里 然后奇迹就出现了 这个model好像变得非常重 那基本的idea是先 所以呢 他是一个computer Professor Minsky 是个computer scientist 同时呢 他是一个coordinative scientist 但他这个model 是一个conceptual model 然后呢 过了几年之后 Jeff Hinton 他的team 大概是第一个 one of the first implementation of the 他的idea 就是这个 the society of mind 这个idea 那那个model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就MOE Mixed Shop Expert 但大家不见得知道 这个model是1991年提出来的 可能会更早 我看到的 譬如是1991年 但现在看到 可能Google的 switch transformer 这是2020年 然后更早一点的 Mixed Shop Expert Google提出来的是 多少年 2018 17 18年 其实这个是个 非常老的一个概念 当年他提出来概念呢 有几个 我highlight的几点 一个是 他是个model architecture 他的概念就是 we can divide a complex task into a set of simple tasks each solved by a simple expert network each expert has a specific skill 然后呢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提这个model呢 更是像 你可以叫他 mixture of expert 也可以叫 mixture of skill 因为每个expert 都有一个 specific skill 因为比如说 有个expert 他只会做加法 有个expert 只会做成法 有个expert 只会开方 那么合在一起 他就解 解很多算数问题 都不能解了 还有一个 如果你再加上 一个expert 他能把 一个natural language 变成一个算式 做一个converting 这个就是 program synthesis 这个expert 也可以 然后 然后你就把它 然后还有一个expert 他能做speech 他说speech acognition 还有一个expert 的test generations speech to text 你把它合在一起 这就是个virtual teacher virtual math teacher 就做出来 他其实这个idea是这样 所以呢 他还有一个 更有意思的地方呢 他是说 这些expert 可以组合起来 解决新的问题 Given a new task We can select or compose a subset of skills to complete a task 然后呢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 但那个paper里头 没有写那么多了 能做到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会实现 我们先前讲的 forward and backward knowledge transfer 你想 你在 你把 你不停地重用 这些basic skills 这些basic skills 学了之后 有了之后呢 你解一个新的问题 解新的问题当中呢 你可以用back propagation error back propagation 去revised这些skate 而这些skate好了之后呢 你学将来的 你做将来的事情 会做得更快 而且你把原来task 做进去会学得更好 所以呢 它是个非常好的 一个framework 但是呢 当年就是 就是neural network 是1991年的时候 90年呢 好像他们那个 Nearps machine learning的 主流并不是这个 所以这个paper 基本上被 被忽略了当时 然后呢 我 我这个最近在grouper 把那个paper拿出来 给大家讲了一下 说 那么我看看 那个 看看一下 因为现在 mixture of expert model 已经非常流行了 那么我看看 这个mixture of expert model 和当年提出来的 mixture of skill 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提了这样几个 research question to the team 我希望team能给我写解答 do experts in mixture of expert really learn any specific skills 真的是每个experts 认识的skills吗 how to如果不是的话 i'm pretty sure 这个答案是no how to make mixture of expert more like mixture of skill 但要做到这样 有很多问题要起 最重要三个问题 一个 你怎么能够认识的 你怎么得翻这些 skills 然后 how to select and compose skills for new task 所以非常复杂的 reasoning problem 或者你 planning 在reinforce learning的 literature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how to train this mixture of skill model in the first place and how to make sure of expert and continue learning 不停地学 你怎么让他学 the learning paradigm 所以我们去观察了 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东西 这是我们组 最近做的一个study 很简单 我们就把这些 mixture of expert 现在大家都知道 mixture of expert 它是这么做的 它那个 它是做在transformer上 所以呢 它的每个transformer block里头 它把那个 他把那个attention layer shared 但是呢 forward layer变成expert 所以这个例子 就是有四个expert 来share一个 self-attention的mechanism 它做 原来做法呢 就是这个四个expert呢 每个transformer用哪个呢 它有个routing mechanism 来选 希望选一个最好的expert 就是我看到这个input之后 我总是找一个最好的expert 来解决这个input 就是说我用问题找人 就是我碰到一个问题 哪个专家最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找哪个专家 它是这样 那个routing mechanism 就是做那个matching用 是这么做 所以它suppose的就是这样 每个expert都有自己的专长 它可能解一类问题 它原来是设想是这么干的 然后呢 它有很多learning啊 algorithm就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balance问题啊 怎么解决那个 嗯 防止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collapse replantation scale collapse 这个问题去解决 然后我们呢 我觉得这个 我们当时的直觉是这个model does not work as we expected at all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把这个routing mechanism全部扔掉 我们就把这个expert做成stochastic expert 这个idea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random forest random forest里头一堆tree 每个tree 它都independent学的 就是哪个train sample给它呢 random random pick expert 把这个train sample给它 我们就这么干 就干完之后发现什么呢 发现那个model做得更好了 这个model比现在的expert的moe 这个做到更好 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 哎就是这个结果 这个因为routing mechanism去掉之后 整个学习更快了 learning更快了 然后我们还加了一个东西 说这个expert之间也可以学 所以呢我们每次 为了保证每个expert 都学得差不多 不要说啊 那个collapse意思就是 我好多那个train sample 都给几个expert学 很多别的expert没怎么学 这样不行 我尽量让它平均分配 而且呢 我们让expert之间可以互相学 这样的效果就是 每个expert来讲 它的能力都差不多 学习能力 最后最后最后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都差不多 但是呢 它没有专长 那这么搞了之后 哇这个model比那个state of the art MOE model 这个我记得是 是我们machine transition team reimplement的google的switch transformer 说出来要好很多 而且呢 我那model小很多 它model可能20倍 18到20倍大 所以这个 从这个paper上来讲 这个结构好像是pultive 但从recer小的来讲 这个是negative的 也就是说我们做mexture of experts 做了半天这个routing mechanism 这个让每个expert学不同东西 没有打大小 根本没做出来 其实还是 还跟random forest的差不多 好 下面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既然你要 你要 你要让他们学不同的skill 那skill是什么意思 怎么学 很难 我也不知道skill 到底哪些是primary skill 你到处会用得到 但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从data里头学出来 比如说 在这个benchmark data set里头 还有1600个natural language task 它task呢 把它分类 它按四个dimension 比如说 这个是task type language domain and reasoning type 这都是natural language task 它分成 按四个dimension 把它是全部分类标好 这个呢 sumphot就给了你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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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ion of most popular of most popular myptasks 最哪一五的方法 就是说 我每一个task 是一个skill 但是这个显然 是不太好 这就相当于 怎么呢 说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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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 线性怠数的概念来讲呢 我们要找 找一个 lower ranker matrix 就是其实 要解所有问题呢 我不需要 比如说 1600个task 我不需要1600个skill 我可能找出40个skill 然后用这个40个skill 不停的排列组合 我就把1600个task 全部解 所以呢 有这样的data呢 是有可能帮助我们 在offline方法呢 把这些 把这些basic skill 都找出来 但我们还没做 就是 还没做 那在那个 前几个月 跟 MS Montrail 那个team 原来我有个intern 现在当然 他是那里的 principal researcher Alexandre 他跟我介绍了 他的最近的工作 其实就是这回事 他是用 那个 multi-task learning 来学一个 mixture of skill 他的假设是这样 然后呢 他在 用multi-task learning 他 jointly学什么呢 学什么呢 学什么呢 which scale to activate for a task 就是你 task来的时候 哪些 scales是用得到的 哪些 scales用不到 然后呢 更重要的它要学 how to aggregate the scale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a deterministic function deterministic function 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一个 given neural network architecture 就是说我已经规定了 最终我是要搞一个 搞一个transformer model 这transformer16层 12层 然后呢 你可以说每层里头 第一层里头放 这两个scale combination 第二层放另外两个scale combination 换进去 你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最后你组成了一个 所谓的task specific neural network task specific neural network 你再去optimize这个parameters 当然我们为了 avoid the scale collection 我们introduce一个prime 叫Indian buffet process 大家如果了解 Indian buffet的话呢 大家就知道 其实不光Indian buffet 所有buffet都是这样 你buffet就是 是很多菜都放在外面 你可以认为所有这些菜 每个菜都是一个scale 都是一个basic scale 然后每个人进去 要吃饭的那个人进去 每个人都是一个task 一个每个人进去呢 他就从这些菜里挑一部分菜 然后整个菜自己的盘子里 这个盘子里其实就是这个process 就是你首先你identify 你一个人进去 比如说我喜欢吃中餐 我进去就是挑一些 尤其我上海人 你挑一些上海菜 反正组合一下 反正组合一下嘛 可能你要加点西餐的东西 组合成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见分specific 那我就吃 吃完之后呢 我就觉得好像 哪个菜做的不太好 我下次就不拿了 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做那个optimization 你下次再去吃的时候 你记住上次 这个吃的经验之后呢 我可能那个糖醋排骨 我就不要了 做的不太好 我又拿别的 这是一个mathematical model 非常非常stray forward的一个mathematical model 大家如果知道 那个Chinese restaurant process的很像 但Chinese restaurant process是占桌子 你想每个人只能占一个桌子 一个客人进来只能占一个桌子 而这个buffet呢 每个人进来可以拿很多菜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mixture of expert 或者说mixture of skill 这个model training 他follow这个inianbuffet process 他把这个implement了 效果还不错 在一个small dataset上做出来还不错 他大概把我刚才提的一些research问题 多多少少都有答案 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不scale 不scale up 所以现在我们在revisit这个方法 看看能不能把它reimplement到large scale的puttrain的model 这样框架上来 这是一些detail的 它是一个graphic model 大家比较熟悉graphic model 大家一看就知道 inianbuffet pride 根据这个来选菜 所以根据这个pride 他来选那些given task 他选一些skills allocate一些skills 有了这个pride 就保证你不会每次都选一个菜 每个菜都有机会选中 然后选完之后 这个是scale specific parameter 就是这个 然后有两个东西呢 它合在一起呢 去做那个叫scale aggregation 然后 aggregation之后呢 做了aggregation之后 你就有一个task specific neural network解决的问题 take x produce 1 大概就是这个 好 这个是第一部分吧 就是第二部分 就是architecture方面的东西 下面讲一下那个knowledge 这本书可能大家都很多人都看过了 那个那个 Daniel Kahneman 那本书 Thinking Fast and Slow 这是一本Cognitive Science的书 这个书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 它引入了一个metaphor to interpret how human brain works 人脑子到底怎么工作 非常复杂 你再讲不清楚 你看很多neuroscience的 cognitive science paper 看不到 看不到 它呢非常形象 它说其实有两个system system 1 and system 2 但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 这是个metaphor 不是真的 它只是一个形象说明 并不是说你的脑子里 真有两个system在握 不是 这是一个mental process system 1 是什么意思 use implicit knowledge for quick instinctive reasoning 比如说很简单 你比如说 你看到一些事情 你马上会皱眉头 你都不用想 你就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好事情 这个就是implicit knowledge 你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我会皱眉头 还有呢 第二个system tuner 就是 use this explicit knowledge for slower and more thoughtful processing 这个我们很多做research 你要解一个问题 你要解这个问题 你要找资料 找资料做实验 结果写论文 这个process比较慢 而且呢 你每一步哪里做 对哪里做 都知道 它是 就是knowledge 都是 explicit 这个system 2 所以呢 它是说人脑 从总体来讲 它有这两种模式 来解问题 system 1 use the so-called increased knowledge knowledge 不可解释 system 2 是 uses explicit knowledge 所以我们看看那个 AI system 有很多类似的implementation 比如说我们做question answer 有一种 签证很流行 现在已经不行了 就是 就是说 我一个GPT税刚出来 大家发现 我随便prompt一下 就是queryGPT税 问他一个问题 他会回答我很多东西 有的时候 运气好 那回答东西还是对的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这就是close book question answer 就在GPT税 所以他不需要access别的knowledge 他所有的knowledge 就是encoded 在他model parameter里头 来做 而且 但是GPT税 他的回答问题 对还是错 你不知道 因为他那个knowledge 秀不出来 他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回答 讲不清楚 这个就像人说 你为什么中眉头 看到这个事情 你要中眉头 你一下子说不清楚 一样的 还有一种 比较常见的是 open book question answer 其实就像 相当于冰色旋律 他是有一个 你打一个query进去 他会根据这个query 把相关的document 全部retrue回来 里头分分类排排序 排外序之后 它生成一个ons 然后你要问他 为什么会生成ons 他把说 这个ons 就是从这三篇 导致里头抽出来的 是在这里抽出来的 你都能看得见 这个process比较慢 这个就相当于system2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这两种system有了 我能不能做得更好 有两种思路 一个就是针对system2 我能不能把system2 做得更好 所以最近我们在做一个尝试 就是把那个retrue read的system 扩充了一下 变成retrue intermediary read system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圣炮你能不能把两种system 结合起来 或者说把两种knowledge 结合起来 我只是给大家看两个例子 这个因为research挺多的 第一个例子就是关于intermediary 这个是个很好 这个paper也是80年代的一个paper 他说这个所谓的quest counseling和IR system 最重要的module 是当中这个intermediary function 这是这个module 这个module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我原来做那个phd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internet 没有那么普及 我要查资料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学校有个很小的图书馆 查资料 还有一个 然后呢 后来我父亲告诉我说 他们他是做那个科技新闻出版的 他说国家图书馆有一种服务 叫查新 查新服务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做一个问题 你有一个初步想法 你要去看看 你这个想法 别人是不是已经做掉了 或者说别人有类似的想法 也不知道 你有把这个问题呢 交给图书馆的一个专职人员 这个人员呢 做几件事情 那个人就叫intermediate way 他做的事情就是到图书馆 首先去查 他图书馆里头内部有这个 有这个information truth system 查 把资料找出来之后呢 他把资料还整理一下 看看哪些背景资料再补充一下 然后把整理完的资料呢 他把它分门别类的弄好 说这部分资料能证明 你做的问题有意义 这部分资料能证明 你提的方法 还比较新 但是有类似的方法 这些都是类似的方法 他全部整理好给你看 那根据这些东西 你很快能得出结论 而这一块东西 所谓intermediate function 在目前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里头没有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目前的question answering system 都是非常简单的vector 的question answer 而不是做这种investigation 和learning的那种system 所以这个呢 就因为这样呢 我们最近这是thow Houtchen他是 他是我们的researcher 他做了一个system 很不错 比如说给一个问题 这是个query 一般的说法是givenquery呢 他用retrieve方式 行到wikipedia里 把各种document找出来 像这个例子 他要找出一个document里头 一个table 他很快就能只从table里头 把那个answer 把table都都懂 answer就生存出来 这是普通的说法 但是其实对相当一部分的问题呢 你直接能找到的这些information 不够 比如说这个table里 讲到了很多entity 有很多entity 这entity其实有不同的含义 你都没有搞清楚 所以呢 他的intermediate layer 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linker 就是把这些 你找到的相关document里头的entity 它的description definition 全部找出来 这是第二层去找 找出来 然后找出来之后呢 其实就构成了一个knowledge graph 这个local的knowledge graph 然后他又做了一个channel channel就是说 我现在要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哪些资料是要的 哪些资料是不要的 我们怎么整理一下 你要先看哪部分资料 再看哪部分资料 整理好 整理完之后 最后再call这个reader 就reader在读的时候 他能拿到 怎么说呢 much richer information which is also much better organized 还是这样 有了这块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解一些比较复杂的question 一些question 结果不错 做出来 初步的结果还挺好 我现在在scale up这个system 这是他的耗的slides 他说跟GPT水域比 GPT水域 你搞复杂一点的问题 GPT水域肯定是不行 GPT水域相当于很大很大的大脑 如果脑容量用number of parameter比的话 他脑子太大了 非常大量 他脑子又寄很多东西 然后呢 还要做influence 也很多东西可能也寄混了 所以他做的accusy 也就是很低 不到40% 不到30% 他用他那个system做的话 他能达到50%以上 而且呢 他因为是leverage external knowledge wikipedia webscale knowledge 他的model本身非常小 可能比GPT水域小了100倍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用把所有的fact全部记下 这种状态 这个脑子更是个reason 而不是一个storage GPT水域呢 他那个model本身是一个storage and reason 所以他就非常大 还有这样的话 很多程度上就是说 你还要不停的更新啊 你新的知识不停的在出来 你这个GPT水域又一直更新是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选拔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把incrit和express knowledge 合在一起用 合在一起用呢 这个我们组一个另外一个intern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 做做visual questions 他说什么叫incritic knowledge incritic knowledge 比如说GPT水存了很多东西 他讲不清楚 但他能给你答案 所以他的做法是啊 给出一个图 他把这个图呢先变成的image caption 然后把text description of the image拿出来 把text description再加上question 再加上一些instruction don't prompt 送到GPT水域 然后GPT水域就会给你一个答案 但他不能解释这个答案是什么 但他至少给你一个答案 这就相当于 我跟跟跟跟 比如说我问亚青一个问题 我说 这个人你想不想招 我说你不要分析原因 请你讲直觉 亚青说这个人可以招 直觉 这个就是走的GPT水域那条路 同时呢 我还很认真的安排一个interview 问很多问题 把他搞清楚之后 要查查他的背景 查查他的publication 然后我得出邪论说 这个人能不能招 这个呢 其实就走的expressing knowledge 这条路 然后走完之后呢 我把它combine一下 其实就很简单 combine一下 整合一下 亚青直觉说这个人应该招 那我做了很多研究 觉得这个人也是应该招 那么我就招了 如果这两个不一致 那怎么办呢 那就vote一下 flip coin 但这样的话 结果 surprisingly就是非常好 这个结果比目前好像他们 我记得是在OKBQA 那个benchmark上 拿到了最好的结果 这是Microsoft 最新release的一个model 这个model我后面会讲 所以现在先过了 因为我看我可能有点超时了 最后一个我们讲 讲那个learning learning呢 这是就刚才我说的那本书 那个法国科学家 Stanislas Dehar那本书 他说human learning 第一个叫Focused Attention 第二个叫Aerror Feedback 其实这两个我们都用了很多了 就是Attention Mechanism 其实就是源自这个Focal Attention 这种Neuroscience的概念 Aerror Propagation更早 是上十几八十年代做Bair Propagation 就是这个概念 那下面那个概念呢 相对用的比较少 一个叫Active Engagement Active Engagement 在Reinforce Learning 比较多 就是我们要主动学习嘛 不要被动学习 主动学习会学得更快 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 叫Nightly Consolidation 就是我们叫什么 叫习惯成自然 就是System 2 是非常费力气的 因为你要做很多事情 而System 1呢 相对的比较快 比较省力 你直觉告诉我就行了 但你那个直觉 要把它做的对 其实是要不停的重复 你才能有直觉 要这个事情重复了无数次 才能有直觉 那么 这最近Neuroscience的 说法就是说 人在睡觉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看这种事情 就是把你白天的经验 在一个虚拟环境里面 不停的重现 重现的多了之后 这些就变成直觉 就像你这个事情 做了很久之后 你不需要推理 你直接就能告诉我答案 这个东西 在目前的我们 那个Machine Learning里头 做的比较少 所以呢 我们现在做这个 新的那个Learning measure 我们Focus 在后面两个 Active Engagement 和Nightly Consolidation Nightly Consolidation 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大家如果做research 就要做得好 就要多睡觉 睡觉睡得好 白天的问题 在脑子里不停的重复 说不定第二天就想通了 这个呢 是我们早期做的一个pilot 就是去看这个 他呢 是把这两种 那个Active Engagement Engagement 和 Knowledge Consolidation 概念用进去了 用进去了 他是 这个 这个是指 我们要学一个Dialog Policy Dialog Policy 是干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个对话系统 这个对话系统 为了实现一个任务 比如说 定个飞机票 或者是 在饭店里定一个桌子 就是这样一个任务 这样任务呢 你那个Policy 就是说 你那个 你那个Model 就告诉那个 AIA 下一步该做什么 下一步该做什么 你 你给他一个最好的安排 使得他 能最快的把问题解决 这个呢 当时呢 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Model 这个Model呢 是基于这样一个 叫 Wake and Sleep Model 这个也是 Jeff Hinton 90年代 提的一个Model 他有两过程 在 在Wake Phase的时候呢 是Active Engagement 就是这个Bot Bot 这个 Bot Actively Engage with human users to generate small amount of real experience real experience 不会太多的 因为你要跟真的用户接触 User接触 你去帮他们订餐 比如说帮他们订餐 试了一下 试了一下 有的成功 有的失败 有一部分 然后呢 很少的skip 然后呢 在那个Sleeped Phrase呢 其实就是 knowledge control Sleeped Phrase 就是你订餐之后呢 你大致学到了一个Ware Model 就是说 你有个初步的概念 User大概可能会喜欢那个 可能会怎么样 User会有什么反应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你去做一个 学一个Model 叫World Model 有个World Model呢 你就有个Simulation Setting 你就在脑子里不停的寓言 诶 说 我白天如果 这么讲 那User会不会更高兴 不要直接问 不要直接问他 你要贵的还是便宜的 还是问他 你要吃什么样的菜 User会不会更高兴 你就不停的在脑子里寓言 这个就是 就是 这一块就叫Planning 在Machine Learning里 就叫Planning 这个呢可以做非常多 因为是呢 因为没有Real World Risk和Cost 其实就是在这个Simulation環境里 都做 做非常多非常多 做到后来呢 你把这个Policy 和只要World Model 比较好的话 那Policy就学出来了 然后呢 你白天醒过来了 我昨天晚上做了很多梦 我觉得 某一个Policy更好 那我白天试一试 稍微试一下 好了还是坏了 晚上再去做 还是这样 这样循环过程 这个呢就是很好的 把Active Engagement Nightly Knowledge Consolity 这两个概念 用在那个Machine Learning 那个Framework里头 但要做这样一个事情了 这个Model Proof Concept还行 做出来结果不错 但你要实用 需要一个大的环境 需要一个大的环境 这个我先来到 就是说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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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一个 有一个 不是一个Task 而是无数的Task 让Agent 在里头 Explore去学 这个呢 就相当于 比如说我最近 我太太给我 这样一个任务 就是 我们家那个花园 比较荒芜 它有块地 批出来说 你把它做成一个 Herb Garden 那我 为什么知道怎么做呢 所以我现在做法就是 第一 你要做Planning Planning呢 你要get the knowledge 比如说我去看很多 YouTube的video 然后Wikipedia上 去看看 网上找一找 人家说怎么 怎么做这个Garden 搞完之后呢 我要制定一个Plan 要怎么做 然后再execute execute的意思是 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如果我有一个机器人 帮我的话 那个机器人呢 就会指导我说 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如果做完之后 他他们说 你这步做的好 还是不好 然后呢 会 会根据 就是execute 根据我当前的情况 还指出 下一步怎么做 然后给 给我reward 你说做的好 继续做 做的不好修正 这是一个现实环境 这现实环境呢 做Machine Learning 非常困难 做research非常困难 因为这个非常cost 然后呢 我们想做一个虚拟的 这个这个一个环境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好像video video不太行 OK 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虚拟环境 又在那个 在那个Minecraft Microsoft的那个Minecraft的环境里头去做了一个 这个 好像修不出来 这里 很慢 网速的问题 我们跳过去吧 嗯 它的意思就是 这是这是一个snapshot 你不怕它修不出来 做了一个snapshot 就是比如说 我在Minecraft的环境里头 我们要build一个东西 一个3D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把两个数字要搭在一起 那么呢 agent有两个角色 一个叫architect 一个叫builder architect呢 它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你要在在internet上找到 要做这个东西 要几个步骤怎么做 它的recipe应该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 它要发指令 给这个builder 去做 但那个 这个指令呢 不见得发的完备 因为指令是national language 那个builder呢 不见得对这个指令就理解 所以builder呢 有时候还会问他 还会问他一些问题 所以那个 这个是interactive的 grounded language understanding problem 这两个配合之后呢 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build出来 所以这里呢 其实把我刚才讲的 modular architecture leverage external knowledge 和最终 你怎么interactive learning by experience 都整合在一起了 如果把这样一个环境 我们把它scale up 是有可能 可以做成一个很好的platform for next generation 的agent learning 这个是我们这个uncleing project 去把它扩展到很多很多 那个 那个 minecraft task 通过interactive learning 把这个东西学好 最近我看到一个paper 就是mydojo 这个paper 差不多的意思 这个这个 我还没有看他们那个 我们组现在在explore 看看我们能不能leverage 它这个东西 它也是这样的 也是在minecraft做的 它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对minecraft当中呢 它define thousands of different tasks for each task呢 它会收集很多 internet scale的knowledge base 比如说youtube 比如说造一个 造一个egel making ice egel 看egel internet上 这个youtube里头有没有这样的video 造egel 还有wikipedia上有how to 就是recipe 还有那reddit 有的讨论 有的造不好 有的造的好 大家在讨论 它把这些knowledge全部拿过来之后呢 它可以take action A就是action take action 就是开始做 但是做的过程当中呢 它不停的反馈 就是state 反馈回来 它根据state呢 调整它的action去做 这样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它是个setting 和我刚才讲的setting非常像 唯一不太一样的是呢 它是一个age 我们可能会有两个age natural language就成功更重 so somehow 我觉得 如果把这些framework结合在一起 我们是很有可能做出一个很好的dev platform for embedded 那个collaborative embedded age 这个 这个是 我这个team给我开玩笑 说 现在说 我们做一阵子 我们最后说 Microsoft research creates an agent cooperate with humans to perform new task 不光是在minecraft的setting里头 还可以在真的real world的setting里头 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在修车 旁边一个agent 就是看着她修车的情况 告诉她 下一步应该干什么 把那个罗斯引松 把那个管子接上 她不停告诉她 哎做错了 因为那个agent 就是等于是说 她是一个 她有很多access to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knowledge 她知道这个环境应该怎么deal with 然后呢 那个人就听她的指示去做 然后搞不清楚 你还可以问那个agent 你是这意思吗 是到底是哪个罗斯引松啊 是红的还是黄的 agent再回来 就是想做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啊 我的team呢 那个比较aggressive 她是把日子放在今年年底 然后我说不行不行 这个肯定做不出来 所以我把它改成了2VD 好 最后就是recap一下 我们今天讲的东西 可能稍微有点多 先讲那个brain inspired efficient deep learning 首先我们去redefine一下 什么叫human intelligence 然后最重要的是看 哎怎么去measure 这个intelligence 然后呢 找到差距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三个方面 去看看能不能把现在的 deep learning的方法做得更好一点 能不能寻找一个更好的neural architecture which is modular and adaptive and try to figure out new methods of leveraging efficiently the external knowledge could be either implicit or explicit then probably most importantly probably most importantly we'd like to develop a new experience grounded learning framework to incorporate active engagement not a consolidation for efficient learning in a non stationary and interactive setting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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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